在這個大缺車的狀況底下呢 大家會覺得說 有一些專家是指出說 對於電動車的影響 其實更大的喔 但是電動車 還是一台一台的出 我們看到在台灣 相繼有很多的 這個新的電動車 要跟大家見面 之前我們看到Volvo的XC40 Recharge 已經發表 而且上市了嘛 接下來呢 C40的Recharge呢 也開始展開接單的動作了 那到底這兩台車 有什麼樣的差異啊 這兩台車 其實我們剛剛都講到嘛 現在缺車卻得非常嚴重對不對 尤其電動車 那一台一台 還是一台一台出沒錯 但是每台出了 配合都給你掃掃的 所以你要訂的話 配合變更少就對了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那麼喜歡的話 只是好奇的話 那算了 你再等一下吧 不要這麼急著買車 要不然你真的等到天荒地老 好 回到正題 到底C40 我們之前才看到 XC40 Recharge出來了 現在又出了 C40 Recharge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過往 從以前到現在 Volvo他的車型的定義 很簡單 XC就是他的休旅車系統 S就是他的房車系統 B就是他的旅行車系統 那C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要回溯久一點 十幾年前 C其實是他的跑車 甚至是敞篷車 在那個時候像C70 就是他們很有名的 當年很有名的一款 硬頂敞篷跑車 還有更早一點 他的前一代甚至是Coupe 那現在呢叫C40 所以他是Coupe 是跑車嗎 很遺憾 現在不太可能再出這種東西 但是呢 他當然就是給你一個跑車化 就是Coupe的SUV 我們可以知道B&W X6 X4就是這樣的車型 所以你就把C40當作 XC40的Coupe版本就對了 那既然車格上是Coupe版本 動力上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電動車 出力已經非常的足夠了 以XC40來看呢 其實當時 Recharge P8的部分 就是雙馬達 然後四輪驅動的 情況下輸出408P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 在汽油車來講 所以在C40 Recharge 也是P8上來講的話呢 一樣雙馬達 然後 他的電池容量呢 是78千瓦小時 所以一樣408P的情況下 續航里程是465公里 這個部分都跟XC40 Recharge P8 沒有什麼差異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呢 我們在這樣子的預售價格呢 它是234萬 在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了台灣的Vovo呢 它也又爆出了一個 XC40 Recharge 但是P6的等級 這個也很有趣喔 是比較入門嗎 是的 是比較入門的 它爆出來的話呢 那個時候 P8的XC40 Recharge呢 是219萬 但是如果是P6的話呢 它就把它的接單價呢 壓低 壓低到189萬 然後它配的電池比較小顆 是69千瓦小時的電池容量 然後呢 它的續航里程呢 卻沒有少太多 因為它的動力比較小 所以它續航里程呢 434公里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它就利用了現在 利用新的C40 Recharge 再加上XC40 Recharge的兩個動力版本 企圖呢 把這個電動車市場 大概200萬等級的電動市場 把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過還是老化的 進來的車數量一定不多 所以竟然現在已經開放接單了 你又對這個車超級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訂 手刀下訂 不然等到天荒地老 可能都等不到車子 哦 所以C40的定位 就是屬於這種豪華的跑旅嘛 是的 它是普配造型的 但如果觀眾朋友 你還沒有準備好 要進入電車的生活的話 接下來我們趕快來看看 吃油的有哪一些豪華的 這個高級的這種跑旅車 即將要和大家見面 有哪些新同學 是的 冠儀 現在休旅車市場非常的火熱 連帶著休旅車 具備有跑車樣貌的這種 Cope Like的車型 也是非常的火熱 我覺得好好玩 以前我們開房車的時候 覺得說房車不夠高 視野不夠好 車廂尺寸不夠大 所以要把這個車子拉高 變成休旅車 哇 因為休旅車空間好棒 可是休旅車長得方方 真的有一點呆呆醋醋的 又要把它屁股這樣砍一刀 變成鞋背做成Cope Like 所以這是市場上面產品的 一路衍生的變化 那不過我們看到最近最近 其實在歐洲的市場上面 歐系的品牌 其實Cope Like的這種跑格化的休旅車 其實也是相當的熱絡 包含Masini Spence的GLC 300克 你看到沒有 屁股是下潛的 包含了B&W的X4 這個也是屁股下潛的 對不對 對 這種是屬於跑車型的 Cope SUV 當然現在日系的車子 包含這個 剛剛其實介紹的那一款 來自C40 也是屬於這種跑車型 那麼現在日系的這個車子 Infinity的QS55 最近也正式的上市發表 你會發覺它也是屬於 這個屁股切一刀 這種跑車型的這種樣貌 那當然在眾多這種跑車型 Cope Like的車型 都是歐洲車的市場之下 你就會發覺日系車 這種選擇其實真的非常少 是 沒錯 然後在這個級距 這個車身尺碼之下 你會發覺 哇 它是除了日系這種 剛硬線條 剛硬線條的車身的造型下面 獨樹一格的這種 日式的設計風格非常的細膩 你看它的車頭 這個叫做號稱日式摺紙工藝的 一個水箱護照 水箱護照 日式摺紙工藝 那當然它所謂的便利型的一些配備 你看到我們現在畫面上 它用腳踢就可以感應開啟尾門 然後非常便利的按下開關 也可以開啟尾門 都是它一個很實用的配備 那當然這個QS55有一個 叫做VC Turbo的引擎 也就是可變壓縮比的2.0升四缸渦輪 所以你看看到沒有 它跟歐系的競爭對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圖表的部分 都是2.0升四缸渦輪 最大的馬力 Infinity的QS55 大過於雙B的車型 對 是不是 是 最大的扭力也大過於雙B的車型 所以VC Turbo就有這個優勢 是 可變壓縮比 它能夠在低轉速的時候節能省油 在高轉速的時候爆發出 非常龐大的一個動力輸出 那麼在變速傳動系統上面 Infinity的QS55是採用 CVT的無段變速 那其他呢 則是採用手自排 一個是8速 一個是9速的手自排 如果說你要在駕駛樂趣上享受 這種彈指換檔那個感受 當雙B的兩個車型是傳統自排變速箱 的手自排感覺駕駛樂趣稍微多一些些 比起CVT的話上是比較 應該這樣講CVT比較沒有那麼的有樂趣 比較沒有那麼有樂趣 那當然三款車型它都是四輪傳動的系統 不過現在不管你是要買什麼車 其實都不好買 因為如果以最新出 跟大家見面的Infinity的QS55好了 其實它首批的配合只有80台 80台 目前在預接單之後呢 已經超過這個數量了 那現在開始要交車了你知道嗎 其實車商真的是蠻辛苦的 車商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譬如說Infinity來說 它跟日本原廠要這個額度啊 人家要生產的出這個量 準備好這個量是交到台灣的 80台準備好了 可是來不了台灣 因為為什麼 又傳運嗎 沒有傳 傳到這裡的時候沒有空位了 只塞下27台車 所以因為塞港嘛 現在好像全球都有這個問題 是 你知道27台車有7台是媒體試乘車 到經銷點的這個 以後變成經銷商的試乘車 讓消費者能夠體驗一下 操控動力的內裝的一些鋪層的感受 所以投Pier只有20個幸運額 可以拿到Infinity QS55 成為他們家的這個 使用的一個這個車輛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在疫情 在晶片 在船運 海運 各個影響狀況之下 整個汽車市場變得非常的不安定 以及不穩定 所以消費者要買車 要選車 都要面臨非常多的考驗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為大家來試駕 Infinity的QS55 因為大家期待了蠻久的 看完了這個日系的跑旅之後 馬上我們來看看喔 在國外有一些意大利品牌 也有非常值得關注的跑旅 即將跟大家見面啊 對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台車 其實造型真的都非常的異式 帥啊 對啊 真的帥 而且車名也是相當的難念 哈哈哈哈 真的耶 那我們一台一台的介紹好了 我們先來講這台說 Alfa Romeo在 T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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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台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體型其實不大 他的定位大概就是接近說 像奧迪的Q3 Volvo的XC40這些車 是屬於這種比較中小型的 這種SUV的這種設定 那他的這個動力呢 這邊提到說這個是1.3升 四缸渦輪的PHEV 他是插電是油電混合的車型 其實他還有一款動力 他是這個1.5升四缸渦輪增壓 然後他是48V的這個 輕油電的這個設定 那這1.3升呢 我們可以看到排氣量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他加上這個 插電是油電系統的這個 縱效的最大動力 就是到達這個275P 然後他0到100加速6.2秒而已 所以說他雖然體型小 然後排氣量小 可是他真的就是還是有 保有這種Alfa Romeo這種 就是以這個運動性 以性能為這個號召的這個特性 所以說他也是一台 相當有話題的車款 那這台車呢 因為比較可惜 就是說台灣沒有Alfa Romeo的總代理 對 不過呢就是經營他的這個 對貿易商其實手腳都很快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今年底 說不定就有機會看到這台車 哇我們也蠻期待的 對 好那再來這一台呢 也是這個我們錄影前幾天才發表的 他是那個馬沙蒂的這個 Golacara Golacara 對很難唸了 Golacara 他其實這台車呢 因為像馬沙蒂呢 他就本來就有一台Lavante 就是他的體型其實比較大 如果說我們要就是找同期車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保時尖 像凱燕啊 或是那個賓士的具有一個體型 那個是Lavante的這個體型 可是這台Golacara呢 他的體型就是再縮小一點點 像X3 像X3啊 像保時尖馬康這個體型 馬康OK 對 因為你看像以保時尖來說 馬康是等於說全車型賣的最好的車 所以可以說這種SUV 在這種比較豪華 比較運動性的品牌來說 其實小一點點的體型 其實對於說那種市場銷售 也是有 有注意 因為畢竟價格上面 可能也許大家都會想說 我可能有機會可以入手 對 而且操控性的話 運動性表現相對來說也會好一點 V6欸 3.0的 這台它的這個頂規性能版 Trovio版本 3.0升雙渦輪增壓 530匹 0到100加速3.8秒 這個真的就是一台春種的馬沙拉蒂 那這台車其實就是國內 也是有說到 就是說今年第四季就會引進上市 OK 第四季 對 也是相當快 那最後一台這台車 其實它到現在目前為止 它的真實面貌都還沒有現身 它這台是法拉利的普洛薩格 普洛薩格這個字其實它翻成中文 就是純種的意思 純種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證明 就是說它就是一台純種的法拉利 我以為說是全種的SUV 我以法拉利來說 他們其實他們到現在都不承認說 它是一台SUV的 OK 甚至有些國外媒體說它是FUV 什麼叫FUV 法拉利的SUV 又多了一個新的名字 對 它的FU叫做法拉利 法拉利的SUV 那還不是就是SUV 所以說它是SFUV 好吧 看一下怎麼說 而且其實昨天晚上 我們錄影前其實昨天晚上 法拉利官方其實偷偷放出了一張 就是正面的這個 就是隱隱約一的車頭的底片 其實跟這個預想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